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天晴 稀土金屬被稱為工業的維他命 對過防工業以及清潔能源產業來說 都是十分重要的 稀土是生產激光、雷達、夜視系統、導彈制度、噴氣引擎 以及裝甲車輛、合金等過防產品的重要成分 同時也是電動車和風力渦輪機所用的永磁體的關鍵生產原料 從1980年代起 中國的稀土產量開始大幅增加 在低廉價格戰略下 到了20世紀末 中國的稀土產量已經佔到全球產量的85% 到2010年近增至97% 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南卡羅羅納大學 艾肯商學院市場學教授謝田 2022年10月底 在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表示 中共以巨大的環境成本換取了市場 謝田表示 稀土雖然名字叫稀土 但實際上 它的資源在地球上並不稀少 但稀土的開採會造成很大的污染 所以很多國家都不開採 而中共即是完全不顧環境污染 不計代價的開採 才佔據了市場的優勢 美國國防部2018年的一份報告說 中共戰略勝地用補貼價格的廉價稀土 充斥全球的市場 將競爭對手趕出市場 並且阻止了新的市場進入者 當中共需要通過禁運稀土 來展示它的實力時 它會毫不猶豫地去做 就像2010年針對日本一樣 2010年 中國和日本的釣魚台主權糾紛升之後 中共禁止對日本出口所有17種稀土金屬材料 來報復日本 同時 中共也開始限制對其他國家的稀土出口量 導致全球稀土價格暴漲 當時 中共對稀土出售採用了分級定價的政策 外國公司從中國購買稀土支付的價格 是中國國內價格的兩倍以上 如果外國公司想獲得低價稀土 就必須在中國設置工廠 通過這種方式 中共迫白利誘外國企業到中國投資設廠 除了想藉此推動中國經濟之外 也讓中國公司更容易盜竊到外國的知識產權 中共的舉動令西方國家認識到 依賴中共供應鏈的危險 2021年3月 涵博社在一個評論中說 2010年供應危機的教訓是 北京會用稀土作為地緣政治武器 稀土供應來源多元化是絕對有必要的 謝田表示 中共一旦開始限制稀土供應 提出稀土威脅的時候 各國就紛紛開始應對 啟動稀土礦的開採 謝田說 稀土這張牌已經被中共打殘了 中共如果用稀土來威脅美國和其他國家 根本是不會構成任何衝擊 至於想以稀土報復美國的晶片制裁 這是不會有任何結果的 根據《中國地球學報》整理美國地質調查局的數據 2009年以來 格陵蘭、巴西、加拿大、越南、緬甸、魯窩、挪威和非洲國家等 相繼勘探發現了大量稀土資源 由2010年到2020年10年之間 在中國以外有37個國家的261家公司 啟動了共計429個稀土項目 增加了8萬噸至10萬噸的稀土產能 與此同時 由2013年到2020年 由於幾十年來破壞性的開採 中國的稀土儲量 即從5500萬噸降至4400萬噸 降幅達到20% 而中國的稀土產量 也從2010年接近100%的全球份額 降至2021年的六成佔比 而美國即在近年建立了 Mountain Pass礦山 Mountain Pass Mine 澳洲韋伊德礦山 Mount Well 馬來西亞關丹 擴採 精煉工廠的稀土開採和加工產業鏈 2017年12月 白宮發布了《確保關鍵礦產安全可靠供應》的行政令 該命令要求增加美國本土的關鍵礦物陷探 生產、回收和加工產業 來減少對進口產品的依賴 2018年 Mountain Pass礦山再次啟動 2022年2月 MP材料公司宣布獲得美國國防部一份價值3500萬美元的供應合同 用於支持在美國建造一個具有商業規模的重稀土精煉廠 除了Mountain Pass恢復營運之外 美國還有一些稀土的項目目前正在開發中 其中之一的是德薩斯州的圓頂山稀土項目 這座巨型稀土礦被認定足以提供美國130年的稀土需求 預計最早可以在2023年投入營運 此外 澳洲公司美洲稀土American Rare Earth 也獲得了位於阿里桑那州和淮俄明州的兩個稀土礦陷探去可證 與此同時 美國還聯手澳洲礦商 建立了完整的開採正年供應鏈 2022年7月 美國能源部部長格蘭霍姆 在西尼和多間澳洲礦業巨頭會面 邀請澳洲礦商赴美建立稀土、里、股等關鍵礦物的產業鏈 並表示美國政府會給予支持 吉蘭霍姆表示 美國擔心關鍵礦物可能容易受到操縱或被武器化 他認為擁有相同價值觀的國家應該當組建自己的供應鏈來維護能源安全 當日與會的公司還有兩家稀土供應商 其中一家是目前中國以外全球最大的稀土開採和加工公司 萊納斯稀土公司 在2022年6月 萊納斯稀土公司獲得美國國防部的一份價值1.2億美元的合同 計劃在德薩斯州建造一個重稀土分離設施 彭博社的報導說 萊納斯的稀土產量已經能夠滿足美國的所有需要 包括國防設備生產所需的500噸稀土原材料 在歐洲即擁有加拿大的尼奧高性能材料公司 Neo Performance Materials 的稀土供應鏈 尼奧公司在2022年8月宣布獲得了格陵蘭島一個稀土礦的探礦權 開採礦石將會云往位於東歐的愛沙尼亞工廠進行精煉加工 2022年8月澳洲稀土礦商 克斯廷斯技術金屬公司Hastings Technology Metals 表示將收購尼奧公司22%的股份 這意味著澳洲的稀土礦商也將加入歐洲的稀土供應鏈 在日本通過尋求其他國家的稀土來源 從2010年到2015年 日本進口至中國的稀土量佔比已經從90%降至48% 降低了近一半 此外,日本全國上下還積極研發替代稀有金屬 以及加強稀土元素回收的技術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張苑、王嘉儀採訪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月月版部分內容 也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紳士國聽新聞》 《紳士國聽新聞》